午餐時段才剛過沒多久 飯店自助吧外廠工作人員 都比用餐的客人還要多 受到疫情影響 台中不少飯店開始調整用餐時段 台中育園花園酒店 這個月底開始 貼板燒週三週四 以及自助吧週一到週三 午晚餐時段不開放 景觀餐廳的全時段午餐 跟週一週二晚餐時段 也都將暫停營業 但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提供了更方便的一個 取餐服務給我們的消費者 您可以直接透過電話 或者是LINE的方式 來預定我們的外带餐盒 那餐盒的部分呢 我們從百人到多人分享餐都有 酒店推出了鐵板防疫套餐 還有菜色豐富的百元餐盒 另外一間日月千禧酒店 同樣自助吧週一到週三暫停營業 為了要在疫情中求生存 也推出了接種3G疫苗的優惠 現在剛好有推出那個 3G疫苗打9值的活動 我覺得蠻優惠的 同樣在酒吧 餐飲外帶的部分呢 是可以享有88折的一個折扣 平日的一泊一食 那可以享有 大約是3.2折的一個房價優惠 而零酒店也是自助吧 取消週末的下午茶 週三週四日本料理也不營業 今天酒店的自助吧週一到週四 晚餐時段暫停營業 還有長榮桂冠自助酒吧 下午茶警線6日時段 週一到週四的晚餐時段同樣不營業 不只飯店樂園也紛紛公布要暫停休園 台中立把樂園遭到疫情打擊 入院人數掉了七到八成 單日不到一千人入園 23號到25號將休園三天 酒足也是單日統計不到千人入園 將一週休園一天 23號跟30號包含攬車都會暫停營運 也請民眾不要撲空 其餘便新聞蘇探影 採影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